但是大甲媽祖其實這麼多年來的 繞境活動裡面 有一些活動有受到的地震的影響 有微調 大家會想到說 大甲媽跟這個地震有什麼關係 我們以前在採訪921大地震 那個時候也有去台中 也有去埔里 那時候聽到中部地區的長輩 講到大地震 當然921大家還是心裡會餘悸有存 但是如果再年長一點的長輩說 更早期的 我們那時候都聽不懂 什麼叫關刀山大地震 臀直角大地震 臀直角大地震 那個臀直角臀直角 都是以前早期台中市的後里的舊稱 就是以前後里的舊稱 那是在發生在1935年的時候 那個大概是在日治時期的昭和十年 造成從新竹苗栗台中 54,688戶 幾乎房子不是全島 就是幾乎也半島以上 災情非常慘重 而且也造成1萬5千多人以上的死傷 光是在後里這個地區就有造成1,002人死亡 幾乎整個台中地區 死傷非常的慘重 房子也毀損了非常嚴重 災情很慘 那可是幾乎有人發現說 怎麼會在大甲那邊受損就很比較輕微 當地人都說是大甲媽祖在保護著大家 然後甚至還有人講 有跟著媽祖到南瑤宮去進鄉的那些香客 還有這個隨從 幾乎他們的家屬都沒什麼事情 那時候地方也是這樣傳 然後甚至白沙頓媽祖也很靈業很有名 白沙頓媽祖那時候在前面有一個廟城 柳廷前面有這個戲班在表演 以前戲班不是只有一兩團 是很多的 還有包括很多的香客跟民眾 然後當時好像有接到事解 廟邦要大家趕快說走壁離開 沒多久也發生地震 所以在廟城前面的信眾跟戲班都沒事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白沙頓媽祖南瑤宮的那邊 然後還有包括大甲媽的這個媽祖 好像幾乎都有這樣 當然五敗五保比 我們事後如果說碰到了這個災害 我們事後都會這樣想 你就知道說大甲媽好像是真的 有這樣的一個靈驗 那不管怎麼樣 傳統我們看大甲媽幾十萬人 你看全世界三大的這個宗教的遷徙 大甲媽算是這個媽祖的 台灣的媽祖遙境文化 算是被這個國外的媒體 認為是三大的這個文化的一個遷徙 那尤其是921大地震 為什麼會改變他們的一個請客生態 我們這次大甲媽 預計十四號回覽 以往回覽的時候 像去年就五十萬人次 就要準備那麼多人的這個點心 那過去呢大甲媽回覽 都是有那個當地的五十三莊的去搬斗 搬斗之後呢 但921大地震發生了嘛 那很多人就開始習慣說 我們要去捐錢 去幫助那個受災戶啊 然後結果後來 他們就把這個錢省下來 就不因為以前 每家每戶都是會辦個兩桌 三桌 五桌 甚至有錢一點的 就辦個十幾二十桌 不花錢大請客了 對 把錢捐給災民 後來這個就把錢捐給災民 就這樣變成 這種文化變成有些地方還是有一些流水席 流水席民眾就估計說流水席不下擺攤啊 這樣算算回來 那個大甲媽回覽的時候 吃起來可能也要上億元 但是至少他比以前的這個花費 省掉了這個很多 那今年為什麼沒有辦這個起駕宴呢 就是大甲媽有開始起駕 還有上教了這個儀式 然後就出發了 那今年就是因為廟方說 他們是在這個大甲媽的這個正南宮 在舉行這個建教的這個儀式 還有一些地方的一個廟的這個建築物 在整修 所以今年沒有特別去辦 他的一個起駕宴 那至於大甲媽 還有一些也影響 也是跟地震有關影響的 我們說大概在八號的時候 他會到嘉義新港奉天宮 然後往年上香祝壽 都是一個矚目的焦點 那過去上香祝壽 其實都在廟的外面 我們去新港奉天宮都知道很小 那左邊是有名的虎爺 那你要繼續鎮店之後 他裡面空間比較局處 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當時剛好新港奉天宮 他也做一個整修 因為地震受到一些損害 所以他當時放了一些清鋼架 在這個廟的整個建築結構 你能進去的人就更有限 那以往大甲媽 到了這個新港奉天宮要進去 會有一些貴賓卡 你有一些有頭有臉的人 才會跟著正南宮 這個進鄉的這個團體 到了那個鎮店去 其他的幾萬名信眾 就只能在外面 那個長長的嘉義新港 新港鄉的那整條路上面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很不公平 那剛好偏偏九二一大地震 發生在一九九九年 兩千年的時候 他們進去這個 新港奉天宮進鄉的時候 剛好那個空間已經很小了 然後再加上清鋼架這樣子 整個搭下去 空間有一些煙排不出去 然後每個人在那邊進鄉的時候 那個煙被燻到眼睛張不開 沒辦法 然後那個時候副董事長 鄭明昆早就想要改革這樣制度了 後來就更建議廟方 跟新港風天宮和大甲鄭南宮都講好 隔年開始我們在戶外 不要再進來鎮店了 在戶外這個祝壽就好了 那如果說這樣子有人不滿意 辦得不好的話 再隔年我們再恢復 那時候他其實就想改了 剛好有這個機會 後來改了之後 所有的信眾 不再分什麼貴賓 VIP包廂 搖滾區 可以進去的那個 親近那個媽祖在鎮店祝壽 大家一次同仁在戶外 更凝聚了鄭南宮的這個鄉客的這個 還有去進鄉的信客的這個 信眾的信徒 所以後來隔年改了之後 一直到現在二十年超過了 就沒有再改回來 全部在戶外 所以這個跟九二一大立正有關 改變了他們這樣一個文化 那然後最後 大家會講說 每次大甲鄭南宮出去跟回來的時候 起駕跟回來 都很多政治人物去 那這幾年 因為這個 嚴清彪跟嚴寬恆的這個關係 那民家黨在選舉的時候 當然跟他們有一些這個心結就種下來 那現在就變成說只有這個台中市長 那這次是算是盧秀燕第一次缺席 因為他去新加坡訪問 據說他回籃的時候會出現 那這次本來由韓國瑜擔當大梁 因為對於很多的信徒來說 他信的不是說誰來參加起轎 誰扛到了轎子 信的是什麼 裡面那一尊媽祖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了這個媽祖信徒 不管是大甲媽 還是白沙屯媽祖 你都深深的感覺到受到庇佑 對對對 因為像我是在去年農曆年的時候 那在山上不小心一個意外 那摔下山 整個人是摔在鐵軌上 所以我的脊椎的神經是整個斷掉的 那我醒來之後 就是已經是在加護病房 那醫生就告訴我說 你的下半身就是可能終身癱瘓 那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當然是覺得很絕望 但是就是在受傷之後 有一位朋友就告訴我說 他建議我去高雄藝大醫院 找一位杜元坤院長 因為他的表哥也是脊髓損傷患者 那當時他在那邊做了人工神經的手術之後 那就有起色 開始慢慢有恢復 那所以我就趕快也去很幸運的 就是在黃金期 就是受傷的三到六個月 這是一個黃金期 那我很幸運就排到了手術 做完之後 原本雙腳是完全沒感覺 不能動 但手術完之後 就發現那個大腿的肌肉開始跳動 然後也開始有感覺 那接下來更重要的 就是後續的復健 可是因為像我們脊椎腫瘣患者在 因為現在醫院的病床非常非常少 尤其是像復健病房 那我們要排復健病房 其實都是要靠運氣 就是你可能投了很多家醫院 可是不一定會有醫院通知你 那結果那時候我已經出院 就是手術完出院回家 就是一直在等待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收到了一個信封帶 那信封帶打開來看 是大甲媽祖的押轎金 那原來是 我有一位朋友 他在我手術之後 就趕快寄了這個大甲媽祖押轎金給我 那沒想到 我再收到 打開這個押轎金 拿到之後不到五分鐘 我馬上就接到一通電話 那就告訴我說 是醫院的來電 就告訴我說現在有病床 可以讓我趕快住院復健 然後當天同時在當天 我又接到了一大醫院 我的個管師 他打來的一通私人電話 他就私底下問我說 我想問你是不是有沒有什麼特殊的信仰 那我就跟他說 他說我從小時候就是在念書還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我在宜蘭念書 那那時候我就會去拜宜蘭南方號 有一個金媽祖廟 對 那我香火鼎盛 對對對 他很香火鼎盛 那我就這樣從十六歲開始一直拜拜到長大 那我就跟他說我的信仰是媽祖 他們就說果然 他們猜到了 因為藝大醫院的這個院長的團隊 他們其實都是一群很虔誠的白沙臀媽祖的信徒 那甚至院長本身 他在跟媽祖結緣之後 他其實就是有一個我要替媽祖服務 就是要以我的醫術去救人 來替白沙臀媽祖服務 那那時候那個團隊裡有一個個管師 他本身是有特殊體質 那他就覺得我很不一樣 他覺得這個病人好像是媽祖帶來的 因為他們其實有很多病人 都是白沙臀媽祖帶來牽引過來的 所以他們才會問我說有沒有什麼信仰 那就知道說原來我可能是宜蘭的金媽祖 三大媽祖的價值 對對對 然後跟白沙臀媽祖 然後又收到了大甲媽祖的押轎金 對 然後所以我就在這個時候才開始跟白沙臀媽祖結緣 那像我今年那個白沙臀媽祖北港繞進 我也有去就是那個殺戮的一個白沙臀媽祖聯誼會 那去當義工 就是幫忙包點心發服食的那種義工 對 那當天其實我說收到大甲媽祖押轎金的當天 除了接到義大醫院的個管師的電話 我還接到了一通電話就是我有一位朋友 因為他之前就告訴我說 有人跟他說我的名字 我的現在這個名字 尤洪玉是新的名字 這個也是白沙臀媽祖賜給我的名字 我原本的名字呢 就有人跟說過這個名字很不好 要不要改掉 就是你這個名字 你可能會讓你多災多難這樣 那後來在我發生意外之後 那我就聽到了 我也想說好啊 那不然就改掉好了 但是因為我沒有認識的那個老師 那所以我就問了我朋友說 你有沒有認識什麼老師 姓名學老師是比較算得比較好 比較準的 結果那天就又接到了我的朋友電話 他打電話來跟我說 那有一個台中白沙臀媽祖聯誼會的一位老師 他是替白沙臀媽祖服務的 那他是免費的 你可以去那邊算算看 那後來我就真的過去了 那可是算名字呢 他不是說你去就可以算 沒有 你要跟 他那邊有供奉白沙臀媽祖的 分靈的佛像 你要跟白沙臀媽祖擲杯 你要擲三個醒規 就是都醒規了 他才可以讓你改 那我很幸運就是 第一次擲就三個醒規 對 機率很低耶 對... 所以我後來這個油洪依正的名字 也是白沙臀媽祖算是賜給我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神奇 就是媽祖之間好像有一個串聯在 就是不一定說你拜哪一間媽祖 就是只有這間媽祖保留你 其實媽祖之間都是 有一個... 像是一個共同的一個... 戀這樣